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感觉你都不会避开 世间上所有一切众生心 一切众生心恋 你都清清楚楚之 什么叫恐惧 什么叫大恐惧 什么叫小恐惧 什么叫无恐 无畏你都清楚 但你还是他嘛 你不是 你看到这一些心中的 所有一些变化 这些动作时 你如同就是什么 如同就看到 种种大山大水 这样清清楚楚 那清清楚楚之中 那个势力他不会逼迫于你 这叫大圣所力 而且这个圣字在中国字上 他是从耳从口成王 从耳从口成王 所以叫耳口王 耳者叫能闻 能闻就是能够骗通一切道理 他能够感召一切缘起 在一切缘起当下 他不但能够应援而撤通 他在一些应援撤通 是从外面的缘起来 他能够明白一切缘起 他能够再也能够在决体上 能够能够什么 能够感召一切缘相 所以这两个叫互闻 互闻就是像镜子 他能感召一些万缘 知道是什么叫黑缘白缘 这叫应缘 但是站在镜体上看 这些原始呢 同时在黑缘白缘 当下他好像就在告诉 这一切应缘 其实一切万缘都是什么 都是镜体的根本亲民的 那个镜缘而已 所以从自己的决心之中 他能够闻一切法 他能够使一切法闻 他也能够接受一切法 那接受一切法也叫闻 所以这个尔尔叫在闻中讲 口叫宣 口也有出入相 口也叫宣 他能出人入 而且能够宣布 能够宣布 在一切法中 你能够不但能够再黑再白 你能够成种种姻缘 能够宣布清清楚楚 就好像镜子随黑随白 他就能够现出黑白的种种境界 那是宣布 还有一个就是 他在现黑现白当下 虽然再黑再白 所有的一切的感受都非常清楚 但同时他有什么 他也是在镜体之中 他告诉这一切黑白的这些色相当前 都有镜体的亲近在其中 所以他可以依一切众生相 宣布一切正法 宣布这一切正法 是不离一切众生相 所以他有两种能宣 一个是称缘随缘能宣 就是黑白 他能够显现清楚 一切感受 你能够知道清清楚楚 然后就在感受 知道清清楚楚时呢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根本自信的亲民宣答 就是正在如是感受当下 你也能感受到自信的亲近现前 这种批语就有点像我常讲的 当你真正知道镜体时 你眼睛前面看的还是镜色 但是你看到镜色 你居然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你看到镜色 你直接体会的是镜子 你要说你看到镜子 没看到了 在哪里 你是指的过去你看到那个镜色 你说你怎么还是指的 你过去看到那个镜色是镜子呢 你过去看的是镜色 现在看的镜色是镜子 那现在看的镜色是镜子 镜色还在 但是镜色上面都什么 上面都已经为你庄严了 根本慎性之中的种种光鲜 他的智光在上面 所以这也叫能轩 那他这个能轩是什么 他是一切再慎再凡 他是主导一切 所以称之为王 什么叫再慎再凡 再慎就是刚刚讲的 在一切众生源上 在众生源起上面 在一切应激上面 你都能够感到真心的 所有一切功德智慧的作用 在镜色上面 你都感觉到镜性的作用 在感觉上面 你都体会到决心的种种信用 那是再慎 什么叫再凡 因为你都能感觉到种种的信用 所以从此以后 你能够趁如实性显现一切事件状言 所以他就能够什么 他就能够随缘 他就横顺一切 他能够再黑就能够安部一切黑 再白就能安部一切白 这叫再凡 那再黑再白 他为什么能安部 他一定没有离开 慎性的情境 他一定懂得慎性 就像镜子 镜子从来不失 不离开近性骨 所以他才能够随缘显现种色 这叫做大圣所利 而皆以利 我真的能够随缘 我真的能够随缘 你 我真的没有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